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请到宜任来告诉我们专业的进阶举球是什么 哈啰 大家好 那我先来讲身为一个专业举球员的心理在想什么 其实举球员是一个每颗球都在内心小宇宙爆炸的一个位置 像我在这一轮的时候我就想说 这一轮我要用什么战术来去打别人 那再来呢我还要去想说 这个攻击手间的状况到底好不好 我要给他吗 再来第三个如果球接不好我的Plan B是什么 这只是一颗球之前我在想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在比赛的时候 或者是每个举球员在比赛的时候 脑袋都是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一直在转 如果你有突然一刻当机了 整个队就会当机了 谁比赛脑袋不再转呢 攻击手也要转啊 那没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 宜任怎么教我们进阶举球 第一个呢就是举球员的空间感其实很重要 举球员从基本位跑上来的时候 跑上来的时候很多人会踩到很里面 就是很靠网子 那其实第一个是很容易触网 那第二个也是球如果一揭开 你又要再跑出去举 那其实花很多时间 正确的位置呢其实大概是 离网子一只手臂到半只手臂 这个距离一公尺都是可以的 第二个呢在你要准备去追球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你是要看着你的队友的 你要看你队友把球接到哪里 所以你要随时准备去跑 球接起来之后 你要把身体转向到垂直往直的方向 举球员你在这个方向 你可以举长球举快攻举背举举后排 都是可以的 很多都转到这边 然后你怎么举球都是三角球 其实最重要是脚尖 脚尖的方向其实就是有点像球的方向针 你如果脚尖像这样子的话 你的球就会直接过去 你要瞄准哪里就把脚尖对准哪里 就跟发球一样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很多举球员都跑不到球底下 很多人会习惯在前面举球 还没跑到就想举 那其实这样子失误率会很高 错误动作 所以正确的呢就是要 跑到球的底下 跑到球底下 举球 那你看我的身体跟脚尖 球就会到那边 来转身 看到我的脚吗 第二个呢我要教的是背后举球 那其实举球 手腕呢还有在手肘跟肩膀 这是一体的 看我的眼睛就是球举到哪就看到哪里 并没有做太多什么凹腰的动作 其实很多人说腰一定要倒很多 其实这个我觉得有点太伤身了 再来这很重要的是 眼睛看完之后再转身 如果你边举边转的话球就会歪掉了 所以正确的呢 是要球看完再转身 球就会乖乖的到那边了 再来呢我们要教的是快攻 快攻其实有分三种 比较基本的就是 A快攻 B快攻 还有C快攻 那A快攻呢 就是离举球员最近的 离举球员大概一颗球的距离 这叫A快攻 那B快攻呢 就是大概两公尺 离举球员大概两公尺的距离 大概两公尺 然后C快攻 C快攻就是跟A快攻一样 只是它是背后的A快攻 所以它叫C 那A快攻的高度呢 大概是离白带上面一颗球到一颗半的高度 在举的时候 手指头跟举长攻是有点不一样的 手指头其实是要有点用点的 因为其实快攻你 黏太久它的时间会跟你的快攻手搭不上 再来要介绍的是B式快攻 有距离的快攻 比A快攻还远一点的快攻的时候呢 那你的球 自然你一定还是要有一个高点让快攻手去出手 所以呢 B的出手角度 它是要有一个像倒漆的形状 让它有一个高点让攻击手去打那颗球的 其实B快攻手也是占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它也不能跳太远 不能跳太近 它就是要跟举行人是等距的 就是如果我退到这边 快攻手也是两公尺 我进到这边快攻手也是两公尺 这就标准的B 最后一个快攻就是C快攻 那它就是跟刚刚的A是一样的距离 一样的高度 那只是它在举拳的后面 那其实在举C的时候 最关键的就是攻击手在经过你的时候 其实举拳的余光 你会看到攻击手跑到哪里了 出手那一刹那攻击手不可能还没跳嘛 所以你要用你的余光 看到攻击手已经准备要做这个起跳的动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放球 再来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介绍时间差 我先来讲一个最基本的战术就是 一个A快攻 然后再一个中间二号 这个叫AA2战术 在举A2战术的时候呢 你要先确认A的快攻手已经准备跳起来了 你才会去出手做那个A2 那因为这是一个重叠的时间差 所以你的A2呢 一定要举在A的左边 A2的人才不会骑上去那个A 真的太危险了 好来 我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 那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说 举球啊 它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活 对 那其实我刚刚教的那些都是基本的大观念 那其实你想把球举好呢 还是要下很多很多的基本功夫 因为像我在举球的那个触球的感觉 一摸到球 其实我就知道这颗球是好还是坏 所以呢还是要勤练基本动作 这边有连结哦 我们有那个基本举球的连结 这个是观念课啦 那如果你最后还是要回归到 像以任说的量的部分 你可以回去多练 上次我录的那个举球菜单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一定要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分享哦 哈哈哈 耶 啊